我在發現離開之前的一個月 我想說哇 我一年要繳八九萬塊的保險費太多了 就跟我其中一個保險業員說 欸這個這個不用了 結果沒有多久就發現生病了 在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分定期跟不定期的這種檢視 可先用定期寫 但是保障還是不要少 對對對 大家好歡迎收看請支援理財 我是芷娟 本節目是由國代世華銀行打造的金融理財節目 我們邀請了各行各業的專家 一起來聊人生當中會遇到的金融大小事 我們都說健康是一連串財富數字最左邊的1 後面如果你沒有了1後面有再多的0都沒有用 不過今天我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真的有一點嚇一跳 你知道嗎在台灣0有重大傷病卡 這個0卡數其實已經超過了百萬 換句話說就是每23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是有重大傷病的 這真的是讓我嚇了一跳 另外呢隨著現在國人的壽命越來越長 你知道嗎現在不健康餘命 就是需要人家照顧的餘命 其實也超過了8年 這一些跟健康相關的數字 要怎麼樣在我們的金錢負擔上面 不會這麼的重 我們都希望可以用醫療險來做轉嫁 歡迎這樣的主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大來賓 首先我要來歡迎的是成功的 讓癌細胞從他身體裡頭搬走的芯娟 哈囉大家好我是欣怡 再來我要來介紹的是國內世華銀行的專家 保險代理部的蔡智輝經理 輝哥好 大家好我是智輝 欣怡不好意思喔 一開始還要先讓妳回想一下過去離癌的那個過程 不過先恭喜妳看還成功 謝謝 想要來問一下的是當時在整個化療的過程 我知道妳經歷了差不多兩年18次 在那個過程當中身體上面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我記得啊當時其實除了化療 然後還有很多心理的層面的狀況 真的會蠻不舒服的 可是我覺得喔最不舒服的應該是第一次做完化療要回家 但回家之後開始就覺得全身熱熱紅紅的 然後隔天開始長出一些疹子 吃到肉就有金屬的味道有苦味 然後還有很多便秘啊沒有胃口啊 怎麼跟一般人都有點不太一樣的狀況 你就會覺得說哇這是我的身體嗎 有一點住手無策的感覺 就是原本自己跟她相處了三十多年的身體 瞬間不認識她了 對不認識了 就是身體的部分 但是在心理上或者是說在財務上的不確定 那時候造成你心理上的一些負擔的情況呢 像我知道自己生病之後接下來的一些治療費用 會不會很龐大 除了我要治療之外我還能不能工作 然後我的小孩我要怎麼養 就會蠻多的擔憂覺得說 欸那如果負擔不來的話該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我考量的點跟我擔憂的很多點 應該是跟很多癌友有同樣的心神 尤其你是三個孩子的媽媽 而且那時候你非常年輕 對 實際經歷過這一個階段冒昧的問一下 所以TOTO到底花了多少錢 哇這個數字很 我其實沒有仔細細算過後 但我有粗估了一下 我手術因為要先六次化療 那手術當次啊就大概是三十幾萬 再加上手術完還要再十二次的一些標靶治療 TOTO保守估計已經超過200 但是細我真的不敢去算 而且這還只是醫療費用喔 對 輝哥我們就要來請教了 當然我們都會希望說 真的理癌的話 我希望我的精力就是用在對抗癌症就好 那經濟上的負擔說真的 我們會希望可以用保險來幫我們做一些cover 做一些轉嫁 所以就目前台灣國人在保醫療險的部分 好像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欸剛剛聽到數字是200萬欸 是不是大家普遍還是有保額不足的情況 是沒錯因為根據我們保發中心的一個統計 就是國人買癌症險的一個保額 大概只有20到30萬這樣的一個比例而已 那這樣的一個金額其實整體來看的話是非常不足的 剛剛欣益提到就是說我們抗癌的過程可能花到200萬 甚至更高的這樣的一個水準喔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大眾會比較容易忽略的就是 欸我有買過保險啊我也買過癌症險啊 但是你到底買多少 你可能通常都是買不夠的這樣一個狀態 欣益你說你有保險 可是他當時是有幫你完全的cover到的嗎 我記得我當時真的有點不夠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族沒有太多的疾病史 我外婆以前有乳癌過 但是她那時候零期 零期就覺得還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那我們家沒有太多的什麼疾病史啊 所以我癌症險沒有買很多 我記得我理賠的單位下來那時候只有幾萬塊 所以我聽到人家說一筆一兩百萬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個數字 怎麼會跟你告訴我 因為我生病之前其實就是一個媽媽 那我要生小朋友我可能就只有 妥婦產這種開刀的花費 所以我當時買的保險主要是十字十付啊 然後還有住院日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好像 每日病房的保險金啊 一天大概是2000 那我記得喔 我那時候住的病房 單人房大概是4500左右 雙人房大概是3600左右 可是你知道嗎 醫院並不是說 欸我今天要預約單人房 就給你單人房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十字十付的金額應該是10萬以內 另外一個手術費用保險金 我才申請4萬 所以其實真的理賠不了那麼多 這真的需要實際走過一次的人 才真的瞭解當中的辛苦 那輝哥想要來問了 那我們希望可以讓醫療險來做Cover 那我們先從醫療險到底怎麼賠這件事情來說起 像剛剛是你講了Lilycoco好多喔 如果我真的真的希望可以用醫療險來幫忙我的話 理賠的方式是不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OK其實我們可以歸納就兩種啦 醫療的理賠它有分十字十付型的還有就是所謂的定額幾付型 十字十付型比較好理解就是說 不管你是花病房費用啊手術費用啊或者是一些醫療的一些費用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你要去考慮的就是你的十字十付的額度是多少 比如說剛剛提到說 可能可能是20萬或30萬 它最高就是那個限額以內都可以理賠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定額幾付型的 就是按照你保單的內容 比如說你一天住院是2000塊錢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計算 就是十字十付型然後定額幾付型 輝哥是不是很多人其實在保險時間上也不足 對保險的時間上的話它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所謂的終身型一種是所謂的定期型 那一般我們買完保險可能會比較關注的是說 我到底還要交多少年的保費 但是呢其實我們要關注的是說 我在保障的期間到底是保多久 那終身型的一部分的話就是說 它可以保障到你終身跟上帝喝咖啡的那一天 那另外如果是定期型它可以算是比如說 像10年啊或者20年或者65歲75歲 這個是所謂的定期型那時間到它就結束了 當然我們會希望說終身保障當然很好 但是相對的那個保費一定就是比較高 所以我要如何去在這當中做一些權衡 其實欣怡當時有一個很後悔的一件事 我記得喔我在發現離癌之前的一個月 那個時候疫情剛恢復其實整體的經濟也還沒有恢復 我想說哇我一年要繳八九萬塊的保險費太多了 我來調整一下就跟我其中一個保險業務員說 欸這個不用了一個手術都把它取消了 他就說你確定要取消嗎不要吧 結果沒有多久然後就發現生病了 他那個時候一直跟我哭欸 我的業務員在跟我哭說 我真的非常後悔 為什麼我要那個時候 讓你取消 就這麼快就幫你送單 但是老實說 如果我們真的負擔很大的時候 我們也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去無存心啊 其實保險的部分的話 大家都會有這個保費的這個負擔 經濟的能力差異嘛 但是我們會建議就是 你如果說是剛出社會 可能你可能還沒有那麼大的經濟能力 你可以先買一個定期險 那如果說是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透過一些附加險的部分 譬如說我日額要多加一點啊 手術要多加一點啊 就是說如果真的在保費 對你經濟有所負擔的時候 寧可先用定期險 但是保障還是不要少 對對對 好現在你實際走過抗癌 以及理賠的這個過程喔 現在你在規劃你小孩的醫療險的時候 是不是想法就不一樣了 其實真的是喔 像我自己生病過後 我就會去看 小朋友有沒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 我舉個例有一天晚上喔 我兒子突然告訴我說 媽媽我肚子好痛我肚子好痛 我說你怎麼了你再休息一下 就到半夜四點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媽媽我痛到睡不著 我趕快帶他去急診 也是因為喔這件事情喔 那天他要住三天兩夜 然後我就想說哇 我兒子怎麼會 小學突然有這樣子一個急性的生病 需要去住院嘛 所以我也開始有意識喔 我跟我先生開始去調整 跟檢視小朋友的保譚 最輝哥 我們在規劃醫療險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黃金三角 還有當中對應的額度 你會給大家什麼樣的建議 就是這個黃金的一個保障金三角 它的一個最低的一個一層 它就是我們所謂的基礎醫療 那第二層的話 就是我們的一個中大傷病 第三層就是我們的一個長照 那基礎醫療這一層的話 它一般可以分為我們包含住院日兒 還有我們的手術 還有我們的食肢食部 那住院日兒的部分的話 我們建議至少要在兩千塊錢以上 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如果是食肢食部 大概在十萬以上 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如果說是第二層 就是我們重大傷病的部分 至少要在它的保額要能夠在兩百萬 就是理賠的一些費用 可能需要到用到這麼多 因為重大傷病其實它有一個情況 就是它其實把癌症也包含在裡面的 就要把這種範圍相對比到廣 對可以讓我們就是有更周全的這樣一個保障 長照險的一個部分的話 它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現在一般市場裡面這種長照機構 它每個月至少都可能要三萬以上 這樣子的一個費用 那你要請一位看護 大概也是要這個水準以上 甚至有一些本地的看護可能又更高 醫療險的金三角基礎醫療 還有中間的是重大傷病 最上面的是長照 再來問一下輝哥 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你會建議大家要怎麼樣檢視 或是說多久檢視一次自己的保單 因為學子現在醫療不斷的在更新 技術手段也不斷的在調整 然後一些新的病種也出現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建議就是 每年你要去檢查一次 每年 每年 對 例如說我們可以等到那個 發那個紅利的時候 薪水就是到年末的時候 對有一些額外的bonus 進來的時候再去做檢視 是可以的 對對對就經濟上比較充裕 這樣你可能就會 不會像上次提到的就是說 我可能把什麼東西剪掉 那在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分定期跟不定期的 這種檢視 那所謂定期就剛剛提到 每年去檢視一次 不定期就剛剛先有提到 因為結婚了 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責任更大了 你可能會去考慮到說 你的保單要不要做一些調整 最後呢在額度的部分的話 隨著整個醫療服務的一個品質需求 還有整個醫療的方法也不斷在改變 但他比較耳熟能想的就是 我們在打溫西手術 他的費用大概會在15萬到30萬 這樣的一個水準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手術的一個額度的話 基本要在20萬以上會比較充足的 隨著醫療不斷的進步 輝哥你們在前線的觀察 你覺得未來的醫療險有哪些趨勢 目前呢保險後面的話 大概有四大的一個趨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終身險 以他為主然後以定期限這樣為輔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的話就是人的壽命其實是越來越長的 所以你保費的部分的話只會越來越貴 另外第三個的話就是 十字十步的一個超額理賠這種現象 未來會被禁止掉 第四個的話就是我們的保費聯動利率 那你就要超前去部署你的一個保障 那因為政策的一個關係呢 所以未來的定期限 其他會保險公司願意開更多的定期限 然後更便宜的定期限給大家去選擇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趁年輕的時候 要把你的終身的保障你先揹齊 然後再以定期限來做一些附加 做一些補充 那另外就是人的壽命大概平均每五年 他就會多增加一歲 現在已經平均大概八十歲左右 女生更高可以到八十三歲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是要考慮說 可能你的保費未來的支付可能會越高 可是我很好奇我想要問 像實資實付你知道 像我們那個病友群組裡面 最近有好多的討論 這個問題其實蠻專業的 因為現在主管機關 政府他們也都跟保險公司 不斷的在討論 研你最後的一些方案 那如果以目前來看的話 它不溯及你之前已經買的這些保單 但是你maybe在七月份開始以後 新的商品就會受到這樣實資實付的一個規範 如果你的看診費用是一萬塊錢 你最多最多你就是只能賠不到一萬塊錢的這樣的情況 它主要避免就是有人去做超額理賠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一點提到就是 因為最近兩年的一個市場的利率其實是比較高的 maybe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是在明年的時候可能利率會下來 那下來的情況會有什麼影響 就是保險公司它的一個商品的一個定價的一個利率 它也會下來 那下來的情況就是相對你的保費其實是提高的 所以在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保險真的是要趁年輕的時候 越早去做配置會越便宜 我覺得真的是切身就是慘痛的經驗 一定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今天是社會新鮮人的話 一定要有一些預算拿來做保險的規劃 畢竟天有補測風雲嗎 我們在打拼的同事還是希望說 我們自己甚至家人可以得到一個很穩定的保障 那如果今天你是有家庭 你是家裡的中流砥柱 家裡一定要靠你賺錢 更需要去注重保險的規劃 輝哥有教我們 規劃一流行的時候有個黃金三角 另外我們也建議大家要定期 也就是每年來檢視一下自己的保單 又或者是你人生有重大的改變的時候 這個時候也是很適合來重新檢視你保單的時機 今天非常謝謝欣宜 也非常謝謝輝哥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請支援理財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同時也邀請你加入國泰世華銀行官方LINE帳號 綁定個人化服務就可以獲得第一手的投資訊息喔